素希新剧刚开播 就经历了闺蜜猝死的沉重打击 人素希饰演的张沛 为了逃避父母安排的人生 独自在北京打拼了15年 如今是一名优秀的保险经理人 工作时间长了 什么样的奇葩客户都能遇到 张沛刚应付完客户 就接到了老板的召唤 原来公司要开拓成都市场 作为公司老员工又是成都人 张沛去做负责人再合适不过 然而张沛的客户都在北京 而且她的目标是在北京买房 现在这个目标即将实现 她自然不会接受钓鱼 扰得大饼张沛不感兴趣 她毫不犹豫地买下了之前看好的房子 虽然只是老婆小的仪式一厅 但总算是在北京扎下了根 母对她的自作主张颇为恼火 可张沛却满心欢喜地买下了新衣酒的沙发 她想请闺蜜吃饭庆祝 却得知她意外去世的恶好 而两天前他们还在一起喝酒露传 看着白发斑驳的老两口 张沛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 罗妈妈一进门就直奔卧室 似乎枕头上还有女儿的余温 罗爸爸则拿出一封泛黄的信 女儿可厉害了 给你们留了一大笔钱 请你们一定要羞羞散散的安强美 张沛的心里五味杂陈 她跟罗威一样 拼了命的工作职位在他乡立足 可如今最对不起的却是被忽视的父母 沛窝在出租屋独自舔尸伤口 她想起罗爸爸颤抖的双手 想起这些年的忙忙碌碌 还有那些被她扔掉的家乡特产 何去何从她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是她接受了分公司经理的职位 回到家乡成都从头开始 在以前经常去的烧烤店里 她遇到了发小乌云 十几年在外打拼的心酸 在生死离别的伤感催化下 张沛罕见的喝多了 看着桌上妈妈的账本 大到五花肉十块 小到土豆两块 强烈的窒息感让她冲进厕所呕吐 却在看到那个炸毛的牙刷室彻底崩溃 妈妈顺着她哄着她 可越是这样她就越内疚 借着酒精她给父母鞠躬道歉 可刚坐下又崩溃了 在北京这么多年 张沛总是借口工作忙 很少给父母打电话 甚至父母的电话她都懒得接 曾经她以为逢年过节发个红包 就算是对父母的关心了 然而张沛还没从生离死别中缓过进来 又从吴云那里得知发小丹丹得了癌症 两人按照她朋友圈的晒图 好不容易找到了人 原来丹丹在上海有个交往了两年的男友 这天她跟粉丝们策划了一场求婚 本打算给男友一个惊喜 不料却变成了惊吓 丹丹是个坐拥百万粉丝的美妆博主 她求婚的事情闹得人尽皆知 如今骑虎难下只能独自逃回程度 歇斯底里的哭过之后 她强打起精神出去吃饭 然而却是吃什么吐什么 第二天她乔装打扮到医院检查 可在等待结果时却撞到了相熟的阿姨 丹偷偷跟在后面却听到阿姨被确诊了肺癌 她用小号线上求助专家 没想到却被吴云发现并误会 而她也被大夫告知已经怀孕 男朋友背叛这种事情好说不好听 丹丹不打算告诉他们事情 只是强调自己肠胃炎上土下血 不想见人所以才躲了钱 机会之则安之 张佩开始着手筹备分公司 保险行业最重要的就是招兵买马 有了人市场自然就打开了 然而招聘信息早就发布 却至今无人问津 就在张佩忙得不可开交时 同学们听说她回了成都 临时组了一个小型的同学会 可她刚坐下没多久 就有陌生人家微信约她见面详谈 张佩立刻叫了车赶过去 为了她才来参加聚会的谢阳 就这么眼睁睁地跟女神擦肩而过 谢阳从学生时代就喜欢张佩 可还没来得及表白 她就考去了北京 谢阳的心意大家伙都明白 女同学想起张佩的充电宝还在她这 即使手机电池满格 谢阳还是找到了再见她的理由 张佩急匆匆地赶到约定地点 她做了自我介绍 并提出要看男人的简历 张佩在面试 男人却在相亲 愚蠢不对马嘴的两人越聊越糊涂 张佩跟她聊社会资源 她跟张佩聊生活情调 张佩起身就走 又忍不住询问她是在哪里看到的信息 张佩去公园相亲脚翻找 却不知已经被谢阳拿走 张佩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大妈却越看她越眼熟 半晌才想起来她是杨姐的女儿 张佩就知道是老妈搞的鬼 哎我跟你说 这几天是不是好多 我给你加回一心的 大妈领着张佩找过去 却发现已经被人扯走了 这天张佩和闺蜜们吃完饭溜弯 单单一眼就看上了帅气的烧烤摊老板 端向了半天才发现是熟人 这种事 也只是当事人装作不知道而已 少年时因为张佩喜欢吃烧烤 谢阳的理想便是开家烧烤摊 而且还要开在张佩公司楼下 戏分有些尴尬 张佩借口公司有事就要逃跑 试演的东北女孩吴云 刚毕业没多久就考上了公务员 并被分配到了母亲的老家成都 于是她带着东北人的热情 准备坐飞机远赴成都上任 然而热情太重飞机不给拖运 经波折吴云总算是找到了出租房 合租的室友也刚好进门 女孩满屋子转了一遭 抢先挑了个通透的大肩 吴云在街道半座文员 分馆的辖聚不大但事情不少 她跟在前辈后面认真记录 有帅哥看吴云自然不会拒绝 紧接着前辈带他去了面店 叮嘱他以后常来吃面 这是街道半的王主任来吃饭 他后面跟着救援队的一众兄弟 大姐示意吴云快看 主任直接过去拉郎配 吴云的脸都快插到面丸里了 这天吴云跟大姐一起巡视小区 就看到一个黑衣人鬼鬼祟祟 想到最近频发的电瓶被盗事件 大姐认定了男人就是小偷 于是就让吴云报了警 眼看男人要跑 吴云直接搬起梯子就冲了上去 谁呀你挺好的小伙 你干脆投机莫搞的事 吴云跟警察描述了事情的经过 男人解释自己是为了救猫 不得已才卸了电瓶车的后继盖 但已经给装了回去 看到男人水桶里的小猫 吴云才知道自己误会了 他跟男人道歉 却想起之前见过他 上次救狗的是不是也是一条 吴云好奇他做好人好事 干嘛把自己包得这么严实 男人解释他动物毛发过敏 并叮嘱吴云下次再遇到这种事 千万不要跟犯罪分子正面对抗 直到男人说自己是隔壁救援队的 没戴眼镜的大姐才认出来 男人叫刘文山 不仅在救援队兼职 还是社区医院的理疗师 今天的事不好意思啊 啊 没关系 很高兴认识你 张佩是谢阳少年时期的暗恋对象 多年没见到心仪依旧不变 这次他鼓起勇气要了联系方式 忐忑不安地发过去一句问候 收到张佩的回复 谢阳激动地差点跳了起来 得知他正头疼招聘的事情 谢阳提出明天带他去一个地方 怕他拒绝 又说起要还他充电宝的事情 第二天谢阳早早地等在小区门口 并给张佩买好了早餐 结果却让他误会坐到了后座 路上他不停给张佩递吃的 车上的气氛突然就有些微妙 见谢阳把自己带到了一个茶馆 张佩有些莫名其妙 但听到周边人的电话内容 他就懂了 这时办公室打来电话 说有客户点名要找他买保险 张佩以为是北京的客户追了过来 急匆匆地就要赶回去 我的充电宝是不是在你带 在车上要不然我给你带 不用下回下 等他走后 谢阳才拿出了那个随身携带的充电宝 老大爷要买个最便宜的航空意外鞋 张佩给他解释了半天 好不容易才把大爷送走 得知张佩还在单位加班 谢阳送了烧烤上来 他大概了解了一下张佩的工作内容 突然就想到了一个主意 能去旗茶馆办一个分享 你也想这个 这时又有人点名要找张佩买保险 他只能端着烧烤赶了过去 广场五大妈已经年过七十 每个星期都要跑三四趟医院 张佩想帮他操作买普惠医疗险 却看到亲妈发过来的信息 她总算知道是怎么回事 妈妈好心办了坏事 白白地挨了闺女一顿训斥 很快茶馆这边就不知妥当 在大网红闺蜜的推荐之下 到场的人数出乎了张佩的预料 工作中的女人闪闪发光 谢阳的眼睛就没离开过张佩 职业说明会结束之后 一群人围着张佩资讯 可他却看到了个熟悉的名字 刘峰 这是你啊 张佩 刘峰是谢阳和张佩的高中同学 就因为张佩比他学习好 他那股不服输的 竟一直憋到了现在 谢阳的心思任谁都能看出来 见两人要谈正事 他赶紧时续地走开 刘峰的嘴翼如既往的损 你也没变 依然长着一张聪明不够齐的来凑的脸 大老同学唇枪舌战了半天 最终张佩炒赢了 并成功招到一个社会精英 他什么笑话呢 他骂你 吴云误会孙文山是偷车贼 不仅套了他还报了警 想要请他吃饭赔罪 却被他带到了剑馆 吴云强调自己眼神不好 但孙文山却觉得他是潜力 毕竟抓他的时候一套一个准 他认真指导吴云动作和技巧 从小就是学霸的吴云一点就通 师父也毫不吝啬地给予了表扬 我想给你放松一下 不然你明天手就钻了 不用 没事 真强利落 为了证明自己没事 吴云又上去练了几把 结果就把自己变成了左撇 孙文山对这个憨憨的姑娘越看越喜欢 两个人在小区里偶遇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吴云做事认真负责 他坚决不允许男人将电瓶拎回家充电 吴云最大的好处就是情绪稳定 他在孙文山的帮助之下 给男人腾出了充电的地方 那天接到办又接到扰民投诉 老年活动中心被荡成了麻将馆 上头下了死命令 让他们必须立刻解决这个事情 现在派谁去就成了问题 街里街坊的抬头不见低头见 前辈们谁都不想去除眉头 于是吴云自告奋勇去跑一趟 王主任对他大家赞许 孙文山听到他们在议论吴云 怕他一个人搞不定 饭也不吃就追了出来 而任凭吴云喊破喉咙 大爷大妈们也只当他是空气 反正吴云也不是君子 索性就替眼前的王大爷读了牌 几次被对方胡牌之后 王大爷没好气地把他放了进来 然而吴云动之以情小之以理 大爷大妈却丝毫不为所动 他更是跟吴云起了肢体冲突 吓得孙文山赶紧护住他 见吴云愁得吃不下饭 孙文山说起中午听到他们主任夸他了 吴云下了班去做调研 结果被误会是人贩子 好在孙文山及时出现帮他解了威 吴云了解了小区不同人群的作息时间 想让他们把打麻将的时间错开 但排桌有排桌的规矩 王大爷表示只要吴云能赢 以后他们就听他的 吴云一个东北姑娘自然不醒 是他在闺蜜群里发了求助 确胜狗丹丹自然全力以赴 而张佩也派出了他的得力干奖 四个人开了个小会 很快就商讨出了作战方案 这回精英被同学忽悠着去卖了保险 可刚入职他就后悔了 产品知识视频培训会上 不是这家孩子哭就是那家老婆吵 最后讲师无奈宣布下课 刘峰实在无法想象 他以后就要跟这群散漫的人一起工作 但张佩却提出了一个对比协议 高中三年刘峰一直是张佩的手下败将 让他至今耿耿于怀 很快新人培训期就结束了 总部给他们下达了三千万的业绩指标 见众人惊呼 张佩替他们算了一下 平均到每个人身上也只有五百来万 为了鼓励新人 张佩设置了奖成机制 除了每月前三名探严重奖励之外 第一个开单的他还额外请吃大餐 原来说你爸的吃什么呀 就是你想不到的那种 偷梯 不好意思 刚签了一个这个增和重身肉 果然精英就是精英 张佩让大家赶紧研究晚上吃什么 结果却没有人肯赏光 那我这 那也不能咱俩就吃啊 咱俩不行吗 昨天谢阳带同学来咨询李培的问题 张佩帮他们解答完后 小两口感恩戴德的走了 谢阳以自己也想咨询保险为由 缠着张佩要请他吃饭 刘峰好不容易说服大家一起去吃大餐 自然不能让谢阳搅了局 同学两口子为了感谢张佩 做东请他和谢阳吃烧烤 结束之后谢阳拦下了张佩 给他讲起了自己的爱好 文创盲盒 你不是要卖给我吧 谢阳告诉张佩 开这种盲盒时需要先把土敲掉 然后再围绕着边边角角接着敲 最终就会敲出一个文物模型 但不管最后敲出了什么 都有一种极惊喜又幸福的感觉 气氛瞬间凝固 面对谢阳迟到了15年的表白 张佩显得云淡风轻 然而张佩并非对谢阳无异 只是他有一对没有边界感的父母 即使他把门上的钥匙拿下来 妈妈那里总会有第二把第三把 即使偷看了他的日记 妈妈依旧理智气壮 妈妈指着那张他跟谢阳的照片质问 质问他是什么意思 质问他们是什么关系 只要你不干那些节目都认了事情 你就坦坦坦坦不怕坦坦嘛 或许到现在 他们都不知道张佩为何一定要留在北京 得知妈妈又拆了自己的快递后 张佩多年的委屈倾泻而出 作为一个拥有百万粉丝的博主 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瞒不过广大网友 他产检的照片被人放到了网上 孩子是谁的呀 他之前不是有个富二代男友吗 他是单身 前男友死了 这时公司运营打来电话 给他推荐了几个婚介和旅拍的品牌方 原来苏芳莉想借机公开两人的关系 并已经开始着手筹备婚礼 狗丹丹自然不会如他所愿 直接在线宣布自己要做单亲妈妈 这次苏芳莉真的急了 他拉了张佩和吴云来助阵 并特意说明单亲妈妈人设是他想出来的 就是为了避免网友们猜来猜去 狗丹丹也懒得戳穿他 芳莉追到厕所门口表忠心 他觉得狗丹丹没把他的事情告诉闺蜜们 就是对他还有感情 我爱你 爱我爱了别人床床 还有我的床 苏芳莉还想上前纠缠 躲在一边的旗幅上前护住了狗丹丹 小时候丹丹解释他的守护神 总是在他被人欺负时替他骂回来 如今换他来守护他 我不用我买个丹 免当 苏芳莉努力地想要挽回这段婚姻 狗丹丹却早就咨询了律师 如果他想要孩子和财产 就要抓到苏芳莉出轨的把柄 然而狗丹丹失了半天 也没能破解苏芳莉的手机密码 气得他直接将人赶了出去 把垃圾带着 狗丹丹费尽脑汁终于想到了什么 他立刻给苏芳莉打电话 喂 肚子疼 没事吧 要不要去医院 没有去医院 见丹丹姐没事 齐普也就放心了去忙了 狗丹丹把自己装扮得虚弱无比 只等苏芳莉这条大鱼上钩 狗丹丹拒绝去医院检查 坚持自己只是肠胃不舒服 苏芳莉只能把他送回了家 可他手机却一直不离身 狗丹丹有些懊恼 好在折腾一晚他睡得死沉 狗丹丹赶紧输入密码尝试 那是两人相遇的第一天 狗丹丹的心里五味杂陈 苏芳莉的手机里非常干净 没有那个女人的任何痕迹 然而支付信息却显示他买了电影票 狗丹丹仅存的幻想彻底破灭 此时苏芳莉还不知道自己即将大难临头 狗丹丹想过无数次跟苏芳莉的结局 成为仇人也好 老死不相往来也罢 可认他如何都没想过苏芳莉会死 六年前两人相遇时的点滴突然涌现 她是那么喜欢苏芳莉 她的额头比两眼睛 所有的地方都符合狗丹丹的审美 即使她已经撞得面目全非 狗丹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 没有留给她悲伤的时间 苏芳莉的妈妈已经歇斯底里 苏芳派的律师来跟她交涉 狗丹丹把人约到了旗茶馆 这来的目的很明确 苏家做了遗产公证 上海的房子在苏爸爸名下 属于苏芳莉的只有一辆二手车 还在车祸事故中报废了 而狗丹丹跟苏芳莉一起创办的公司 法人也是苏爸爸的名字 那我可以解约吧 解约需要赔付五十万的违约金 看着自己亲笔签字的合同 从不过问公司事务的狗丹丹傻眼了 其仆不知道如何安慰 这样的丹丹姐她是第一次看到 狗丹丹接到房东电话 才知道苏芳莉在成都租了房子 客厅里有她定做的小木屋 狗丹丹躺了进去 冰箱上贴着苏芳莉记录的孕期试谱 狗丹丹的心里五味杂陈 就在她清理冰箱时 桌上的蓝牙音响却出了声 主人 蓝白菜 男人不自爱 就像蓝白菜 狗丹丹的情绪彻底崩溃了 走到如今的境地 她不知道究竟应该怪谁 她的账号已经无法登录 一切活动也都被公司喊停 为了生计 她只好托人帮忙找了个化妆师的活 却被毫不知情的父母撞上 狗丹丹 妈妈给她做了一碗清汤面 特意说明只放了一点油鸡踪 狗丹丹这才知道 即使她什么都没说 父母也知道了她怀孕的事情 成都遇到地震跑还是不跑 张佩作为成都本地人 却在北京生活了15年 她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逃命 蟹阳美滋滋地拉着她的手一路狂奔 这怎么别人都不跑呢 直到此时张佩才反应过来 四川人已经对这种小镇习以为常 而东北妹子乌云更是夸张 不仅自己跑了 半路还捎带搅救了一个残疾大爷 睡得正香的大爷被惊醒后无比恼火 大爷无奈地自己起身 边说着笑死个人了 边无奈地又把轮椅推了回去 自从那晚谢阳跟张佩表白以后 两人的关系就有些尴尬 张佩也开始刻意躲着她 谢阳只能见缝插针地制造见面机会 同学周旭龙的媳妇得了假装线来 却在理赔时遭到了保险公司的拒绝 谈判桌上 保险公司仗着家大业大 强调他们是在按合同办事 但出于人道主义关怀 他们愿意出三万块钱的营养费 随即警告张佩 如果他们打官司输了 那将一分钱都拿不到 这当中有没有违规操作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比我心里更清楚 张佩的专业度给了她足够的自信 而且保监会有规定 比赔要在三十天内核定完毕 即使是聚赔也要给出书面原因 对方的负责人自知理亏 回去找领导商量对策 赔之后保险公司的人才回来 看着桌子上的纸飞机和对面悠闲的四人 无奈承认了他们业务经理的失职 承诺全额赔付 但要求他们签下和解书 行 我接受和解 双方达成了一致 那保险公司自然全力配合 这一仗赢得非常漂亮 刚才张佩的表现简直是帅呆了 谢阳就是个打酱油的 如今却搞成了自己的主场 刘峰拿过谢阳的简笔画 在张佩头上添了几笔 此时谢阳还不知道 刘峰将会成为他最大的竞争对手 奇茶馆内 丹丹惊悚地看着满桌子的礼物 最近他不仅经常收到陌生人寄来的快递 在小号直播时 还总有人不停地给他刷礼物 如今怀着运的丹丹处境凄惨 既没有品牌方愿意理他 也没有什么总裁大佬能看上他 如今值得怀疑的 也只有那个网名叫《3057》的榜一大哥 在得知狗丹丹被陌生人抢送礼物之后 张佩去烧烤摊找谢阳帮忙 幸亏老邓反应快才没露现 等人走后他赶紧联系谢阳 就在张佩给众人分配任务 准备一举拿下榜一大哥时 谢阳风尘仆仆地赶了回来 张佩现在没空查他户口 然而蹲守到半夜 他却连个鬼影都没看得 谢阳困得实在撑不住了 他提出要跟张佩玩情景剧游戏 没等 张佩要等多久 买电十二公里了 不是这已经开始了 他们两人在车里有说有笑 其他几人蹲在角落里大气都不敢出 只有怀孕的女主角戴玉特殊 谢阳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变着法地向张佩表达心意 谢阳一本正经地念着台词 张佩笑他太过幼稚 谢阳的人设是烧烤店老板 跟他这个鲨鱼的老板娘正好合适 就在两人商讨强强联合之时 骑茶馆终于有了动静 神秘人悄悄将礼物放在门口 前助理的话听得众人胆战心惊 吴云问他这都是什么时候的事 狗丹丹却嘴硬地表示他会处理 这句见外的话伤到了张佩 他急心疼又生气 前助理惨兮兮地表示 苏芳丽死后他不仅遭到了苏家的报复 还内疚到每天吃不下睡不着 为了良心上能过得去 他才会想尽办法弥补丹丹和他的孩子 然而狗丹丹坚决不接受 他会把所有打赏都退回去 前助理拖着惨腿 一瘸一拐地离开了茶馆 老板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吗 来不及跟你说而已 难道他一个孕妇独自承受了这么多 张佩心疼到哽咽 他不告诉父母他能理解 不告诉比他俩年龄小的吴云和嬉戏 他也能理解 跟我商量 你但凡跟我商量 你不可能有经历 我今天怎么了 我还没有比今天更苦苦的吗 狗丹丹意气风发的活了这么多年 最在乎的就是脸面 如今那些不堪被彻底扒开 他也顾不上姐妹亲 张佩跟他吵到不欢而散 回去就研究怎么能帮到他 然而他有心和解 却不知如何开口 谢阳作为他们少年时期的跟班 自然清楚两人的性格 于是就组了局去他家烧烤 想借机解开彼此的心结 可狗丹丹却因为孕妻缺氧 被妻谱紧急送进了医院 我姐说她有事不来了 谢阳家小区戒备森严 门卫用对讲机跟业主确认之后 才敢放他们进去 你这是够玩啊 不用拿着票 欢迎啊 张佩打去卖烧烤赚钱 才能让她买得起这里的房子 西西更是怀疑她是不是有了家事 西西见佩姐又在忙工作 索性给她手机进了音 房子的豪华程度超出了众人的想象 张佩感叹谢阳一定是中了彩票 吴云却趁机打探她是否单身 我发毒事我自己做 几人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式的 参观完楼下又参观楼上 张佩看到桌上的讲音 诸架上摆着各种奖杯 谢阳却强调这些都只是副业 张佩总算见到她表白时说的盲盒 又是敲开时间又是敲掉青春的 激起了谢阳一身的鸡皮疙瘩 她教张佩怎么玩 一点一点的啊 西西向谢阳讨教发家秘诀 谢阳则低调地表示 她就是走了狗屎运 开发了一款旅游软件 卖出去之后就买了这套房子 西西随手拿起几张纸 垫在了烧烤盘下面 可那张本该挂在人民公园 相亲角的资料 如今却出现在谢阳家里 吓得张佩赶紧摁住了罐子 这是女主人啊 要给我们家卧 你是不是要藏离开我的儿子 西西的话让谢阳乐开了花 饭后张佩静等谢阳跟她解释 我在公园看到了 我就拿回来 西西这电灯泡有点亮 她后悔刚才没跟着吴云一起下车 杨哥 你要不前面靠边 把我放下呗 刘峰在小区门口堵着张佩 看她回来没好气地 骂她拿手机当摆设 西西坐在一旁看好戏 佩姐花落谁家还不一定 进竹者吃进口者黑 你老跟她在会干嘛 上一几米 东北妹子吴云第一次在成都买菜 就被老板娘安排得明明白白 人间天堂啊家人们 然而等她乐呵呵地回到家 就看到客厅一片狼藉 厨房更是下不去角 就这样她还嫌吴云突然出现吓她一跳 吴云姐是回来前给她发过信息了 那你消息一下 我要跟男朋友打电话了 这天吴云认命地开始收拾 等她吃上饭都已经是半夜了 这天吴云被陈荣锁在了门外 刚好远在东北的父母打来视频 他们正围在热炕头上吃着酸菜炖小鸡 妈妈敏感地察觉到了闺女的异常 不知道过了多久 陈荣才醉醺醺地回到家 然而吴云唯一的那把钥匙却不见了 二百也得太故意了 干杯 这别人挖啊 好吧 然后还得加一百三百 那天吴云终于把陈荣堵在了厨房 吴云故意让他看空荡荡的碗柜 陈荣这才不情不愿地答应刷碗 他做了荷包蛋让吴云尝上他的手艺 吴云受宠若惊地刚咬了一口 你能不能借我两千多钱 陈荣给他炫耀自己刚买的新包 你这包背着上地底 能做老弱病残专堡的 背下来 陈荣软磨硬泡地求吴云借钱给他 更是赌天发誓会尽快还他 吴云无奈答应 然而很快陈荣又开始作妖 他大晚上带朋友在家狂欢 吴云怕邻居投诉 想劝陈荣尽快结束 这时闺蜜嘻嘻打来电话 吴云不小心摁了接听键 然而还没等他开口 陈荣主动说自己没钱了要搬回家住 而且明天父母就来帮他搬家 吴云直接郁闷了 这眼看着就要交房租了 让他去哪里找新的室友 我捡那钱 那那个钱要不就当做 你撤给我的押金 押金在房东手里 吴云自然不会同意 那就没得商量了 这哪在平时 闺蜜光是听就气得乳线不通了 他连夜给吴云的表姐发了个信息 陈荣父母卖过满地狼籍 去女儿房间指责他抽烟喝酒 什么 别给我抽烟喝酒 我再来乖刀嘛 吴云气得要去找陈荣对质 这时兮兮带着大姐大杀上了门 像我鱼门的钱 现在立刻 现金还转账 吴云赶紧提醒他自己有转账记录 闺女欠债亲爹还 陈爸爸理亏地拿出了手机 本以为这样就两清了 可陈荣却不干了 他追到吴云屋里骂他是乞丐 吴云脾气是好 可骂他行骂他姐就是不行 那都不是进尺你 你别算进米 进宫里 拦不住你 你就进光年了 有些人是在用一生治愈童年 而张沛就是其中之一 高中时他被学校保送几大 父母希望他安稳考研之后 做个大学老师 可张沛一直都有自己的理想 我想求情统 我受到厉害 数学来吗 得知他放弃了这么好的机会之后 妈妈质问他是不是为了男人 他从包里拿出那张 被张沛撕开又黏合过的照片 你是不是仿佛了这个人 你跟我说实话 你妈妈是不一定好 妈妈丝毫不在意张沛的自尊 扯着嗓子在大街上 骂他不知好歹 我爸曾经那么好 他高招联 父母喋喋不休的教育 他要自重 女孩子一旦出了事情 那吃亏的就是他自己 少年时期的谢阳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初恋的萌芽也就此斩断 可如今父母却将他请到了家里 在看到谢阳的那一瞬间 张沛下意识地选择了逃跑 你干什么样子跑 我干什么 张沛要和谢阳出去吃饭 却被父母硬生生地拦下 他们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女儿的婚嫁问题 总算出现一个男的 自然不会放过 张爸爸开门见山地询问谢阳的职业 可知谢阳不仅在大学教书 还跟朋友一起经营烧烤摊之后 张妈妈对她的勤奋大家赞赏 她让谢阳把这里当成自己家 并叮嘱两人要多见面多了解 重要的是你们两个人是有感情基础的 当年的冤假错案 如今终于得到了平反 父母相识一言有些尴尬 事情已经过去那么多年 大家都在劝张沛放下 妈妈也嬉笑着跟她道歉 这件事情上 张沛没资格替少年时的自己说没关系 谢阳没想到这么多年来 张沛心里的这道坎她始终都没有迈过去 张沛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父母从小就把她当成了学习机器 不允许她有任何一丁点的感情萌芽 如今她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 他们就可以随便找一个人弄来家里 说来你们两个组成一个家庭 叶阳觉得年少时他们没能力反抗 现在却可以跟父母沟通 我不想跟他们两个沟通 好了好了好了 为了感谢张沛帮媳妇争取到了全额理赔 周旭荣坐东组了这次的同学会 虽许久未见但他们感情依旧 同学聊起喊张沛做沛老大的原因 动手 春白啊 单单和在座的女生都是当事人 现如今聊起这事还是记忆深刻 就在这事门口进来一个人 祝刚 这么大点 祝刚这次回成都出差 知道他们都在 这才紧敢慢敢地赶了过来 谢阳起哄要罚迟到的人喝酒 祝刚也不矫情直接开频道满 刚联合两杯之后 张沛提醒她先吃点东西 却发现她改用了左手吃饭 祝刚故作轻松地说出了自己的经历 08年她在绵阳上大学时 遭遇地震将胳膊留在了学校 幸运的是他人还在 还能在十几年后 跟大家一起谈笑天地 结束之后张沛又遇到了同学木子 激动的木子一把就抱住了她 并拉过儿子来跟她打招 木子是标准的富二代 冯小一是无忧被父母保护得很好 在询问了张沛的现状之后 木子爸爸打去女儿 张沛感慨同学之中 变化最小的就是木子 性格模样都跟小时候一样 狗丹丹表示赞同 他们都是被生活打击过的 动作神态都带着一股世俗 只有木子还是一副无忧无虑的状态 却时单单收到吴云的信息 让他赶紧来社区救场 吴云组织了一场保护动物的普及舞会 结果大爷大妈们领完鸡蛋都走了 正当他一筹莫展之时 姐姐们带着大部队来捧场 吴云给他们每人发了一个面具 张沛和谢阳领到了两个猪 你选一个吧 两个猪 祝刚作为学生时代的操地 他选了一首耳熟能详的音乐 熟悉的音乐将他们带回了学校的操场 祝刚总能把无聊的广播体操 变成他炫舞的主场 一起带着同学们不务正业 可这份无忧无虑消失在时间里 如今他们有做不完的工作 陪不完的客户喝不完的酒 少年祝刚曾经的意气风发 如今也被生活蹉跎殆尽 当拒绝了纯爱战神谢阳的表白 又收到了鬼马下属刘峰的领悟 这赤裸裸的心意让张沛心烦不已 这时他接到发小李木子的电话 得知他带着孩子去了夜店 吓得立刻赶了过去 他俩把烂醉如泥的李木子送回了家 木子爸爸跟张沛闲聊 他工作涉猎广泛什么话题都能接得住 这时木子那个男朋友过来打招呼 唯唯诺诺地跟木子爸爸告辞 却只是收到了一记白眼 张沛也想跟着离开 木子爸爸却让他陪自己喝一杯 张沛酒量不幸明显有些高了 话说的也越来越随意 谢阳怕他未难受 贴心地包好了花生米 木子爸爸想让张沛做他的职业经理人 帮他打理工厂 张沛谦虚地表示自己不行 怕到时候会把厂子给他弄没了 一定要打拼事业 没错 不挣钱 让自己心爱的女人满意 谢阳对叔叔的话深表赞同 可张沛却不同意 你这个思想太老旧 我必须得训训你 谢阳赶紧附和着说这人看着不错 木子爸爸想让张沛帮他的忙 不过三巡叔叔成了大哥 张沛义不容辞地答应帮他劝木子 但也希望大哥能理解他 他找这个男朋友是为什么 对他好 张沛嘴上说着理解 训诫的话可一点都没含糊 他知道父母都心疼孩子 可大哥这方式明显就是不对 木子爸爸被骂得一愣一愣的 反省一下自己确实也有问题 大人有大人的男生 对 其实孩子们也不容易 见他开了窍 张沛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他提一个几个意气举杯 木子爸爸自降身份当了大哥 可谢阳却不想做三弟 他更想当二嫂 喝多的人腿软淡嘴硬 谢阳好不容易给他找了个地方坐下 自从谢阳跟张沛表白以后 这还是两人最近距离的接触 谢阳一脸宠溺地看着张沛 确定了心意的刘峰正式跟谢阳宣战 他不仅利用植物质变内涵张沛 还时不时就给自己创造机会 得知张沛的客户给了他两张电影票后 他理所当然地拿走一张 张沛被他的自以为是彻底打败 刘峰却越想越开心 张沛无语地让他看清楚票根 上面清楚地写着是智障人士专场 这明显是跟他们业务有关系 张沛嫌弃刘峰的大惊小怪 叮嘱他不要总盯着人家看 两人戴上眼罩 体验了一把盲人的世界 结束之后张沛感慨万千 刘峰却误以为他着急促担 于是自告奋勇地赶回去整理资料 张沛莫名地就有些心虚 赶紧解释两人来是为了谈业务 旁边的姑娘冰雪聪明 婉拒了谢老师和张沛的帮助 张沛感慨谁都比自己看得明白 谢阳就表白一事跟他道了歉 当目送着张沛离开 身后就传来同学们的启哄声 看电影这件事情给了刘峰自信 他开始有事没事地往张沛办公室钻 张沛却以为他这么勤奋 是看上了这间办公室 我得跟你一块去北京了 还没等张沛想明白他这话的意思 刘峰又神秘兮兮说给他准备了礼物 礼物是一双运动鞋 刘峰希望以后的路自己可以陪他奔跑 这突如其来的桃花让张沛甚是烦恼 有心事的时候喝酒就特别容易醉 张沛陪着木子爸爸喝到半夜 有谢阳在他醉得毫无顾忌 见不得张沛受委屈 谢阳立马揪住了奔驰男的衣领 张沛成功用魔法打败了魔法 农民工大叔也因此逃过一劫 谢阳担心李霞宿醉醒来会很难受 张沛却怀疑酒后有人报答过自己 有没有想过是你报答别人吗 封建他笑得开心 追着询问他在看什么 张沛敷衍的说他刷到个汽车的搞笑视频 可拿起文件又忍不住笑出了声 这里有条汽车啊 没有 陆刚在二十岁时遭遇地震成了毒病 如今还未到中年 却又遭受着骨癌的折磨 你之前知道吗 为什么非得是他呢 祝刚还是一如既往的乐观 只可惜肿瘤已经蔓延到他的脊椎 在经历过三次手术复发之后 他已经被大夫判了死刑 张沛想要一份他的病例 好帮他再想想其他办法 祝刚趁机将父母支了出去 把自己这些年的积蓄都交给了张沛 这个密码就是 然而专家的答复很明确 像祝刚这种情况已经回天乏术 现在张沛能做的 就是尽快完成他的嘱托 很快他就把详细的投保资料送到了医院 刚示意妈妈将他的礼物拿出来 那是一手他修改了无数次的诀别诗 张沛在眼泪绝滴之前带着他的父母离开 投保需要录音录像 可医院的环境太过嘈杂 张沛熟练地展示自己的证件 并跟投保人确认合同条款 看着他专业且认真的模样 父母的心里五味杂陈 刘峰送祝刚父母离开前 张沛叮嘱他们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找自己 他保证随叫随到 祝刚父母对张沛充满了感激 你们养了个好女儿 看着疲惫不堪的女儿 妈妈突然就觉得非常心疼 他们从来都没见过他工作时候的样子 如今既有新闻又有些难过 我的肯定让张沛动容 这么多年来第一次 他们坐在一起说了心里话 父母总是想了解自己的孩子 可远了会担心 近了又怕掌握不好分寸 他们也想放手可一直都不敢 父母爱子女为之际深远 张沛多年的心结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而他跟谢阳的爱情故事也就此展开 男人拥有千万身价 却养出了个恋爱脑晚期的女儿 李木子跟一穷二白的男友如交似妻 张沛受木子爸爸的拜托钱去规矩 张沛被这傻白甜的闺蜜给恶心到了 李木子不在乎男人会不会赚钱 因为他爸爸给的零花钱 就足够他们挥霍 对着李木子神神秘密地告诉张沛 小桃桃不仅仅是他的男朋友 而是已经尚未成了未婚夫 张沛动之以情小之以礼 又拿消失的李木子跟他举例 让他警方被男人骗光家产 张沛快要吐血了 忍着身体不是给他出了个主意 让他把手头上的现金买成保险 再让他爸爸做投保 然而得知木子要买保险 他男朋友抢先花光积蓄 给他买了很多便宜 但保额很高的身价钱 这一操作直接跟电视剧接轨 木子爸爸一副果然如此的态度 但张沛却认为木子男朋友是被人骗 你也不用站在他那边踢他眼部 布女俩为了一个男人闹成了仇人 为此木子爸爸找到张沛 木子在他的供养下一天班都没上过 更没有能力接手公司 他就怕自己过世以后 木子会被人骗得血本无归 于是想提前做一下财务安排 并拜托他把这件事情告诉木子男朋友 木子爸爸目的非常明确 就是要让男人知道 虽然跟着木子可以一事无忧 但想要得到更多那是不可能的 小桃并不否认 跟木子在一起和他的家庭条件没有任何关系 而他对木子是不是真爱 也只有身为当事人的木子最清楚 张沛在木子爸爸的委托家 帮他做了一产信托 然而里面的条款却让木子动罗 爸爸不仅给他设定了学习奖励 还有半年一次的旅游基金 木子男朋友为了表达诚意 特意将自家老房子加上了木子的名字 并发誓会尽最大的努力 让木子和孩子过得开心快乐 木子男朋友终于得到了认可 一家人其乐融融献煞旁人 其实李木子虽有些顽固 但看得却比谁都清楚 说好的公平竞争 谢阳却卑鄙地用烤串来引诱张沛 两人亲密互动的这一幕 看得刘峰醋意大法 刘峰在车里急得抓耳挠腮 谢阳却干活撩妹两姑 在被他几次打断工作之后 张沛索性放弃了挣扎 谢阳趁机邀请他周末出去露营 怕他会拒绝 又特意说明是体验他开发的新路线 两人在那有说有笑 马路对面的刘峰却心急如焚 终究还是让他想到了对策 可他忘了没想到 这番操作不仅加快了两人的互动 还惹来了女神的吐槽 刘峰不想赔了夫人又折兵 立刻打电话要求取消订单 自作孽不可活 刘峰守着那150根穿玉库无泪 更悲催的是打了一圈电话都没约到 刘峰想借着团剑 刘峰山的油桶 约张佩出去吃饭唱歌 然而在群里喊了半天一个理他的都没有 见他这么执着 张佩索性让他约朋友出去玩 费用公司给报销 谢阳提前将场地布置得温馨浪漫 不料却等来了浩浩荡荡一个车队 哎呦怎么是你啊 跑这儿买保险来了 谢阳彻底傻眼了 张佩的闺女们都带着各自的男性朋友 来自成年人的极限拉扯正式开始 谢阳喊张佩一起去搭帐篷 刘峰自然不甘示弱 而刘文山也赶紧跟上去帮忙 单单作为吴云的表姐 此次的任务就是帮他拿下刘文山 吴云让他帮忙检查了妆容 然后才羞答答地走到刘文山身边 我帮你啊 你去帮他吧 他那衣服不适合干活 看着刘峰那笨手笨脚的样子 吴云只能不情不愿地过去帮忙 男儿两人鼓刀了半天 帐篷却越搭越搭 而谢阳和张佩这边已经接近尾声 刘峰终于察觉到了问题的所在 打算给吴云换一个懂得来 可就在他被自己的聪明折服时 我会 老都会了 我来弄了 我来帮你 我让他弄 谢阳调侃刘峰不懂装懂 刘峰嘴硬地表示帐篷跟他家的不一样 刘峰的嘴中就是没印过腊月的风 要温度不要风度了啊 一支间的较量如火如荼地展开 张佩说烤串叉咖啡 谢阳立马表示这不是问题 张佩想放手个烘托气氛 刘峰立马回车上拿音箱 三人这狗血的剧情 给露营增添了几分趣味 酒足饭饱之后 张佩突然想起谢阳说的砍柴烧 分威就可以嘛 谢阳让救援队的刘文山帮自己解释 山里是禁止用明火的 而且现在都是摇杆卫星检测火星 关键你这个火 你弄得跟巴拉巴拉小魔星似的 巴拉巴小魔星 这么好的氛围之下 西西提议大家喝一杯 这正中的在场男士的心意 毕竟有些话酒后才能说 吴云实在受不了他们这纠结的三角关系 她起身坐到了佩姐身边 刘峰百般不情愿地换了位置 西西男朋友提议大家一起玩游戏 两人一组近距离对视 校场的人要罚酒 刘峰瞬间就指向了张佩 但立马就后悔了 衣服没过来 我的衣服短了 吴云本想选刘文山 可又不愿暴露心意 只能赶鸭子上架被迫跟刘峰组队 第二轮刚开始 张佩的手就撞到了桌子 导致谢阳本来想指向他的手 停顿在了半空 而刘峰也无意识地指向了谢阳 你选我干嘛 你选我干嘛 张佩提醒他俩游戏规则 当着他的面两人谁也不想先认输 于是就摩拳擦掌地准备一战 风不胜酒力 早早地就被喝趴下了 他迷迷糊糊地喊着张佩的名字 委屈地哭诉大家都讨厌他 让他觉得自己很多余 刘峰突如其来的表白 不仅让谢阳有了危机感 张佩也有些不知所措 刚准备给刘峰送手机 就看到他备注成自己喜欢的歌单 原来这份心意他隐藏已久 谢阳拦住要去睡觉的张佩 约他去河边走一走 天气预报说了今天有出许 谢阳17岁那年没来得及许下的愿望 33岁的今天终于补上了 他对张佩的感情之所以让人艳险 就是因为那份纯真且细腻的温暖 你要看出血干嘛呀 谢阳的情绪一直非常稳定 即使今天等不到出血 能跟张佩独处一刻也是好的 张佩羡慕她的乐观心态 好像不管谢阳做什么事情都能成功 比如烧烤摊还有旅游小程序 你怎么就能觉得自己能把这些事都能干好 我觉得凡事都是因上努力裹上随愿 就像她对张佩的感情即使得不到回应 那她也甘之如頤 谢阳也羡慕张佩 羡慕她有勇气去大城市闯荡 她把自己比喻成一条鱼 终身都离不开成都这片大海 或许这也是张佩一直犹豫的理由之一 张佩见血迟迟不下 就想要回去睡觉 或许是这份奇迹感动了张佩 她转过身愣愣的看着谢阳 心里泛起了一丝期待 但又害怕的想要逃避 谢阳拦住她 理由是愿望跟她有关系 谢阳不想打破两人和谐的关系 只能把心意藏在玩笑里 而张佩的心在经历了过山车市的起伏之后 也终于确定了自己的心意 谢阳美滋滋的回到帐篷 一扭头却看到刘峰阴森的眼神 刘峰呢喃着跟谢阳道歉 少年时她就知道谢阳的心意 如今拆散他们也是迫不对 谢阳拿起手机想拍下刘峰的丑照 所以你跟我说 刘峰大傻子 白天还见马姆张的两人 如今幸福的相拥而眠 张佩盯着手里的锦盒 不自觉的带了几分期待 打开看到是一对雪花耳钉石 忍不住自嘲了一下 可心里的那份激动藏都藏不住 张佩端着咖啡来兑现昨晚的承诺 刘峰当即就提出了异议 刘峰已经不记得昨晚的事情 大家都在努力帮她回忆 而谢阳最是扎心 李雪芹新具被领导安排捡狗时 六狗大妈见他们捡得开心 当即让她家妞妞现场给姐姐们拉一个 乌云欲哭无泪 然而更扎心的还在后面 中午她刚想午休 同事从外面回来带了几盒洗糖 说是旁边救援队的新郎关给她 谁要接回来 就是那个姓刘的 这下吴云可真要哭了 她对孙文山刚升了几分好感 然而初恋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这时一个大野气冲冲闯闯进来 她连续三天出门踩到狗屎 于是质问他们在干什么 我捡我捡我都捡了 我一颗一颗捡 啥子情况 晚上吴云收到刘文山的信息 问她跨年夜那天有没有安排 吴云正在纠结要不要回复时 刘文山又问她来不来参加婚礼 吴云心里内叫一个说不出来的难受 在同一个地方踩到了几次狗屎 大野不依不饶的非要抱我 终于还是让他们蹲到了 一对小情侣只不说说笑笑 丝毫不在意狗子在干嘛 如今人暂时在铁正如山 物业带着吴云他们找到了业主 刚开门大野就拎着狗屎往屋里冲 女人态度强硬地表示她家从没养过狗 吴云拿出从物业调取的监控 看到视频里确实是她家痘痘 女人拎着棍子就进了屋 你死不死跟那个果敢有猎气了 女人扯着嗓门骂女儿不自爱 痘痘被妈妈逼得受不了了 闹着要跳河以死明智 吴云追上去劝女孩要三思 你要是没了她肯定就伤心半个月 然后就跟别的女孩遛狗去了 怎么写的就打电话 她打过来跟我一起去 然而女孩打了半天 电话那头都没人接听 吴云只能现身说法 她长这么大都没遇到过爱情 不也是照样活得好好的 温山恍然大悟 总算知道吴云为什么不理她了 吴云边聊边转移女孩的注意力 趁她不被一把江人给薅了下来 痘痘妈千恩万谢的带着女儿走了 人群散去只剩下了刘温山 这头发 我自己来了 吴云非常抗拒她的触碰 问她不去忙婚礼来这干嘛 刘温山表示婚礼早就结束了 早就一个人去能生蜜月吧 刘哥他一会儿呀 刘哥 吴云被自己蠢哭了 她的手 然而很快就被张沛察觉 这家店是谢阳旅游小程序推广的景点之一 她熟络的跟老板打招 谢阳给了张沛第一个惊喜 她看着比年轻人更疯癫的妈妈苦笑不 张妈妈一直就非常喜欢音乐 但却不允许女儿唱歌 因为她觉得学习才是唯一的出路 主持人宣布下面是开放卖环节 而且稍后会有大奖送出 谢阳自作主张的帮张沛报了名 自从工作以后她就没再摸过吉他 如今半推半就之下 她勇敢的走上了舞台 随着舒缓的伴奏声 那专属于她的空铃声漫漫 妈妈从来都不知道 原来女儿这么会唱歌 她突然就后悔了 异曲唱吧台下掌声雷动 妈妈自责当年没让她去参加歌唱比赛 张沛却自嘲她拦得对 要不然她也不会成为 卖保险的里面唱歌最好听的女人 妈妈很惭愧 她认为等张沛做了妈妈以后 会比她更懂自己的女儿 张妈妈赶两人出去走走 她今晚来这里 就是为了彻底放飞一下自我 这条小吃街依稀还有少年时的模样 遗憾的是她们常去的那家店 在半年前就已经关闭了 张沛没有晚上吃东西的习惯 可她的喜好谢阳早就临近于心 张沛的眼神落到哪里 谢阳就买到哪里 等吃完了手里的东西 谢阳从兜里摸出来一份印章 只因为进门前张沛多看了一眼 她就直接跟老板讨了来 印章要在日光灯下才能显现 张沛有些可惜 可谢阳却早有准备 你讨了点声 谢阳拉着张沛的手伸到灯下 那慢慢显现的图案是谢阳送给张沛的第二片雪花 17年前张沛为了能学自己喜欢的专业 在莫迪考试中故意放水 从年级第一跌落至三十几名 父母以为她早恋影响了学习 不仅当今怒斥她不自爱 还狠狠地甩了她一记耳光 导致张沛愤儿离家15年 也就此斩断了跟谢阳的缘分 对此大家都颇为遗憾 张沛心里的事还没过去 毕竟她是那么要强的人吧 而狗单单回家翻看旧物时 却发现了一张泛黄的纸条 她突然就意识到 这个可恨的告密者可能就是她自己 于是立刻就挺着运渡找到张沛 我来跟你道歉的 你哪错了 你的谢阳的事 好像是我给你卖的 还有另外一个人对此事心存愧疚 自从张沛调回成都 吴云就在极力撮合她跟谢阳 当年她俩没好笑 我占很大嘴 以前她经常跟着表姐去丁老师家里 这天姐姐们要带她和希希去看电影 而且是出对象的电影 不会是张沛跟谢阳哥哥在谈厉害吧 吴云以为她的心虚让丁老师看出了端倪 然而很快就真相大白了 丁老师手术后大家约着一起去看望 他们聊起高中那时 刘峰一直卯足了静跟张沛真低 谢阳对张沛的偏爱 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 都那么的明目张胆 同学们起哄他俩可以再续前缘 丁老师也表示赞同 俱荣询问丁老师 他当年是怎么看出两人有问题的 丁老师回忆了半天 总算是有了头绪 听你说的吧 是她 张沛一脸的原来如此 谢阳更是摩拳擦掌 吓得刘峰赶紧解释 原来当年谢阳拉着张沛看出雪许愿 可狗单单却半路把人劫走 而她准备送给张沛的雪花手链 却被尾随他们的刘峰捡到 看着张沛和谢阳的名字挨在一起 刘峰心里酸得要命 刘峰让丁老师帮她作证 这些话是她自己路过时听到的 原来是你小子 即使是无心之果 刘峰也有些心虚 为了赎罪刘峰要请张沛吃饭 谢阳却选了个小小的抄手店 这让刘峰笃定了她看不起自己 两个幼稚男人的极限拉扯 让张沛有些尴尬 她转移话题夸抄手好吃 皮薄线大的在北京吃不到 老板 抄扫神尼可以快乐不 抄心里 北京也能吃的吗 谢阳列举了一众成都名吃 很多都是现吃才新鲜 那你要这么说 那有的味道 那只要北京才能吃得到 哎呦那你要这么传 那就得取舍了对吧 张沛实在受不了她们 借口去洗手间一溜烟就跑了 谢阳质问刘峰为什么要拆散她们 刘峰以为她还在计较当年的事情 可她说的却是露营那晚 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刘峰不客气的下了战书 以后两人各凭本事公平竞争 等张沛回来就看到这幼稚的一幕 想到跟木子爸爸喝酒那次 谢阳和张沛忍不住想笑 那怎么就我没乐呢 刘峰心里酸的难受 还以为她俩在桌子底下捣鬼 张沛的职业病犯了 直呼没撞上太可惜 两人抢着要送她回家 可她却早就找好了司机 张沛走后两人继续较劲 刘峰不走谢阳也不走 谢阳不走刘峰也走不了 刘峰不死心的又去看了一遍 如今的处境对她颇为不利 这一局谢阳完胜 为了搞定一如这个大项目 张沛把队伍拉到旗茶馆加班 准备边吃大餐边工作 然而却被告知旗大厨不在家 偌大的场地刘峰哪都不去 非要跟张沛挤个桌子 不是你坐我面前 你耽误我看风景 我不就是风景 你这有点油腻了 你赶紧过去 而这时谢老板 踩着点钱来救场 得知是旗普找了她 刘峰埋怨其老板嘴碎 张沛的后子薄笔 让刘峰目瞪口呆 两人回公司加班到凌晨 终于把资料全部都准备好 太冒头了 冒他的呗 你跟我来 走走走走走走走 刘峰将张沛拉到了天台 刚好赶上了日出 为我们一起去北京而努力 刘峰知道这是她唯一的机会 只要张沛离开成都 那谢阳就不再是威胁 是早就知道张沛会走 谢阳的心还是忍不住的抽筒 他想约张沛出来谈一谈 却不知张沛如今也是万分纠结 张沛看不得西西和男朋友秀恩爱 他单独去旁边开了一桌 这些横荡在两人中间的好沟 谢阳还没想好怎么迈过去 然而结果也没如刘峰所愿 易如的大丹没有谈下来 张沛为自己没有预判到而内疚不已 然而小伙伴们却非常理解 没有什么是一顿成都火锅解决不了的 这都会什么 邓哥喝的有些多了 摇摇晃晃的跟领导表白 张沛被他们感动的一塌糊涂 这个队伍是他一手带起来了 要说离开他比谁都不舍 可刘峰却正好相反 气不顺 晚上张沛陪刘峰跑步发泄情绪 刘峰那该死的好胜心又上来了 他要跟张沛比赛 谁赢了就可以跟对方提一个要求 刘峰凭借长腿优势险胜 张沛愿赌服输并配合他拍照刘正 可他却趁火打劫 并故意把照片发到了朋友圈 果不其然鱼上钩了 就是给我点赞了啊 怎样这么快 谢阳 谢阳把刘峰约出来吃烧烤 这还是两人第一次单独约会 得知刘峰即将跟着张沛调回北京 谢阳落寞的表情让人心疼 你在这都活了三十多年了 你的家人朋友都在这呢 你走得开吗 谢阳毫不掩饰他的羡慕之情 他夸刘峰念冷心热感想感慨 并有勇气去大城市闯荡 这一点他就做不到 然而刘峰在好 谢阳在张沛心里的位置他比不了 我能感觉到他跟你在一块的时候 更放松 谁也不知道张沛会怎么选 但说到底他们不是敌人 张沛自以为是的洒脱 在谢阳进山失联的那一瞬间彻底破防 救援队搜救了一个晚上 谢阳决定珍惜当下 谢阳想知道 在张沛心里他们算是怎么样的关系 张沛承认跟他在一起是很放松 但他总归是要回北京的 我也问问你 你有可能离开城市吗 谢阳思考良久还是沉默 这个结果张沛早就想到 所以现在的一切都只是暂时的 事后他们还是要隔奔东西 谢阳不想成为张沛的羁绊 所以他只能把感情藏在玩笑里 而知他跟谢阳始终没有进展 妈妈提出要把他表内介绍给谢阳 可张沛就算是出差在外 也不忘翻看表妹的朋友圈 里面那些秀恩爱的照片 看得他火冒三丈 这时罪魁祸首却送上了门 张沛言不由衷的说着恭喜 谢阳这才坦白 他是帮朋友介绍的 我不是有喜欢的人了吗 按照他的指示张沛下楼取外卖 然而一回头 谢阳就那么猝不及防的出现 你这什么情况 你这探路探哪条路啊 张沛就算在铁石心肠 也不可能就这么让他走了 你弄的挺够意思 什么办法呀 这不是建议自少的次了吗 得知母校即将拆除 谢阳带着张沛前来怀旧 见大门紧闭 张沛还当是17岁那回 又想领着谢阳偷偷翻墙进去 陌生又熟悉的教室里 连味道都跟当年一模一样 张沛拿起粉笔在板报上书写 谢阳静静的看着他 一如17岁的那个午后 他想知道张沛高中以后所有的经历 而张沛却简单的一笔代步 在那些没有彼此的时间里 两人都曾有过或长或短的恋情 可岁月终究抵不过深情 我是个懦弱的人 谢阳懂他的意思 那天在张沛家楼下 他自己跟自己生气那次谢阳就知道 学校保安跟班主任一样 都是爱情路上最大的绊脚石 谢阳跟张沛在母校一吻定情之后 他恋恋不舍的将人送到家门口 果然深情可抵岁月长 年少时的遗憾在这一刻圆满 两人拉着的手怎么都不愿分开 张沛父母回来刚好撞上 四目相对的那一瞬间 张爸爸直觉就要逃走 谢阳善善的跑回来 跟呆愣在原地的张妈妈打了个招呼 这次张沛没有躲 如果父母问他一定知无不言 自从他告诉父母要回北京后 张妈妈就自觉的好好表现 其实在跟谢阳确定了关系之后 张沛回北京的心就不再那么坚定 在谢阳参加完朋友婚礼之后 张沛试探的询问他有没有压力 没想到谢阳却把球踢了回来 坦言一切都听他指挥 想到以后两人会相隔万里 张沛的内心就无比烦躁 他后悔当时的一时冲动了 谢阳打断了他的话 让他踏实的享受现在 有些事情只要想就有办法解决 见张沛情绪依旧不高 谢阳带他去了一个地方 你是不是起了呆你 我气死他在呆你了 然而没想到老板娘竟是谢阳的邻居 小时候就见两人腻腻歪歪 现在看来这是好事将近了 在总公司的帮助下 张沛带领的团队顺利中标 一次性完成了全年三千万的绩效任务 然而高兴之余也有些伤感 大家都舍不得张沛离开 刘峰是大家公认的接班人 但他却置不在此 他已经申请调去北京的分公司 事业对他来说跟感情一样重要 谢阳询问张沛今晚回哪个家 看着信息他不自觉的笑 这个结局似乎早就已经注定 谢阳把张沛带回了家 将他壁咚在沙发上 自然而然的亲了上去 刘峰17岁那年没有抓到的雪花 在33岁的时候终于落到了他的心灵 然而在这场本就不公平的爱情竞赛里 刘峰输得一塌糊涂 为了弥补他 张沛单独给他开了一场比赛 爱情还没开始就已经落幕 但刘峰想知道张沛对他的评价 刘峰不死心的问他谢阳好在哪儿 张沛认真地想了半天 也没能想出谢阳的优点 而刘峰却彻底死心 谢阳就如同是张沛的空气 无色无味却已深入骨髓 既然结局已定 那他便不再纠结 张沛试着将两部小车撞在了一起 在他们变身的那一刻 他突然就懂了 笑了吗 什么都笑了 就是一个小轻转 还有一个小轻转转转 变成了一个机器人 刘峰很好 但谢阳却早在17岁那年 就在张沛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 张沛回到了北京 他第一时间赶去公司报到 他在成都分公司的表现超出了预期 老板兑现承诺给他升职加薪 我不准备回北京了 我想留在成都 张沛自认做不到两头坚固 他向老板推荐了刘峰 成都到底凭什么把你留下来 谢阳每天晚上都要跟张沛视频 两人互相倾诉着思念 谢阳想知道他不在身边的日子里 张沛是怎样生活的 谢阳在合适的时间里 猝不及防的出现在了张沛面前 谢阳曾经告诉张沛 如果百分百的爱一个人 是不会舍得让他心存遗憾 更不会舍得他为任何事情妥协 如今他都做到了 我已经打算好了跟你一起在北京生活 谢阳用了几天的时间 体验了张沛在北京的生活 他自信可以适应 谢阳早就安排好了一切 他放弃了成都的舒适圈 只因所有的一切都不及一个张沛 我想让你有遗憾吧 我没有遗憾了现在 双向奔赴的爱情是美好的 以后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成都 他们都将不再有遗憾